诶 今天试一下音诶 喂喂喂 够不够 有没有充上去 有有有有 诶 志宜我叫你放那张图卡你放了没 你知道我要讲哪一张吗 知道知道知道 就是 获利永远是解研投资委标准哪一张 有有有有有 还有一张什么我看一下 还有一张 还有一张是那个 早醒早好那张 有有有有 好 看一下 今天颜老师太晚录了 抱歉啊 这个再给你们发一点加班费 好 你们觉得我录影会不会紧张 看起来不会 看起来不会 今天我去买那个 买那个泡面的时候 小房说 老师我怎么看起来一点你都不像老师 啊为什么 不知道老师最近 都没在看盘 我没 我没在看盘你去问借文我从来没有在看盘好不好 我不是今天没有在看盘我一直都没有在看盘 做对的不需要看盘 所以你刚刚每天来 泡茶聊天 对不对 看报纸看新闻 对不对有时候看一点摔脚 哈哈 累了翘二郎腿在睡一下 看什么盘啊 做对要看什么盘 做错的人每天都盯着盘 很紧张压力很大 其实你趋势搞清楚根本就不用看盘 那时间站在你这边嘛 今天没赚过两天都赚了 所以根本就不需要看盘 诶 今天有没有绩效表放进来 有啊你说那个9比8比那一档 对啊对啊 有啊有啊 这样是不是太神奇了 靠吧 没看盘还可以赚那么多 蛤 可能是可以数 可是我不想教你耶 你知道为什么吗 没有太笨 蛤不是你笨 你是啊杂事太多了太不用心了 我还看不到你的这个 让我感动一面说我不想教你 好 自己呢 我也想学啊 你不用学了 哈哈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不知道 女生找个好老公嫁就好啊 学什么 哦 懂吗 哦 好了好准备录了准备了哦 好 呢 好 好 然后 好 大家好我是張宇明 今天是2020年2月27號 接下來馬上面對 這個228三天的連假 這個禮拜 台股是跌了 394點 把新春開盤那根長黑K棒給跌破了 我們看電腦畫面 好今天 在這裡 11292 這一根 新春開盤這根黑K棒的低點已經跌破了 那我們看今天 往前推四個月 就在這裡 12月中 11月12月 1月2月 4個月 又將近10天 那你可以發現這4個多月來 除了這一根黑K棒 有下影線的這個棒 沒有被跌破之外 所有買進的籌碼 到今天 全部套牢 那你想想看 做多的人 是不是傷得很重賠得很慘 那你回到這一波的高點 我們看高點在哪裡在這裡對不對 大概新春開盤的 新春封關的 龍利年封關的前 5天 這一波的高點 也就是說你龍利年前如果沒有把多單賣掉 反手放空單 那這一波 你勢必會傷得非常非常的重 這一次下來再去搶反彈的人 今天也全部都吐光了 你看這個線對不對 你就算搶反彈你很厲害一樣都吐光了 除非你買到 第三天 你說買到這個低點 你很厲害 那我佩服你 我相信也沒有 這樣的人應該不多 絕大部分的投資人 多頭上漲沒有跑 他吐回去 回到這裡了 全部吐光了 過年前高點沒有賣 後悔莫及 你看這邊是不是打一個 M頭 這邊有感覺要打一個M頭 打一個半圈了 所以我們說這個盤勢當然是很多人套牢 很多人傷得非常非常重 好 二月份外資總共賣超 1300億 如果加一月份 賣超 一二月總共賣超1760億 那想想看 外資賣超這麼多 這個叫什麼 這叫籌碼面 那籌碼面好不好 當然不好啊 外資賣成這樣怎麼會好 那我們就技術面 你再看剛剛那張圖 都四個月低點都快跌破了 差一天而已對不對 差這一天 不然其他的 都已經跌破了 那技術面好不好 不好 技術面掛了 抽麻面也完蛋了 所以這時候當然是很糟糕的一個情形 當然主要原因是大陸傳來這個 所謂的冠狀病毒武漢肺炎 那我們說這個武漢肺炎它很特別 它是一個流氓病毒 它是一個有智慧的病毒 因為它只會 傳染給誰 在你傳染的過程 你上呼吸道就是鼻子到這個喉嚨 不會感覺 它直接清洗你的肺部 所以下呼吸道 呼吸系統從鼻子啊鼻腔啊對不對 到喉嚨啊到肺部啊這都是 呼吸系統 上面這半段鼻子喉腔不清洗 所以你可能也沒有流鼻涕 你也沒有咳嗽 它直接清洗到你的肺部 當你確診之後開始有症狀開始咳嗽了 開始喉嚨痛了 對不起已經來不及了 所以它是一個怎麼樣非常有智慧的病毒 然後侵入你的病體完全讓你感覺不出來 一般感冒先感冒流鼻涕 鼻塞你馬上就算你感冒了 這個病毒完全感覺不出來 它是一個非常有智慧的病毒 它又是一個流氓病毒為什麼 要潛伏期非常非常的長 現在有人說40 最長有人說42天的 正常說14天有人說29天 然後流氓這個病毒這個潛伏期很長 擴散範圍很大 為什麼擴散範圍很大 因為它沒有症狀就可以傳染了 你已經確診了可是你身體沒有任何症狀 量 耳溫 耳溫 頭溫那個都沒有用 耳溫都沒有用 因為你體溫很正常可是你會傳染 所以你不要以為在那邊量量量量溫度 那個一半而已 因為你確診了可是你完全沒有症狀 沒有症狀就可以傳染了 所以量那個是量安心的 不是說你量了就有效 懂意思嗎 好 我們說強壯者也會死亡 他是無症狀感染 這是很恐怖 甚至治癒以後還會再復發 你本來沒問題被陰性 過冷天又變陽性 太可怕了這個病毒 這是 大陸一個非常健壯的人 建美先生 70歲你看這個身體肌肉 確診兩天兩週 完蛋了 過世了 再強壯的人 一旦確診 都可能死亡 不是說那老弱了 身體比抵抗力比較弱的 不是喔 就是這樣才很可怕 所以這很可怕的一個病毒 所以我們說這個你不要小看這個病毒 大家當然關心到說 這個武漢肺炎到底台灣能不能守得住 那為什麼講到台灣能不能守得住 因為旁邊國家都淪陷了 中國大陸就不用講了 韓國 現在1000多例了 每一天100例以上的標 7天就標1000例了 你看多可怕 大秋整個城都封城了 另外包含什麼 我們看一下 韓國 千例了 空護員啊 這個很多醫事 護士醫生也傳染了 這個舊資料 現在1000多例了 每個地方都有了 一發不可說是 你看後面這幾天 你看 都是啊 百例在增加 200例在增加 7天你也增加超過1000例 你看多可怕 那另外一個什麼 除了日本 日本也不用講 日本也是很慘 一個鑽石公主化區就整個把他搞垮了 一艘船去他就倒了 那除了亞洲地區 韓國 日本 中國之外 還有誰 現在連中東的樞紐 中東地區歐亞非的樞紐叫做伊朗 伊朗也 發生的很嚴重 他是除了大陸之外 死最多國家的人 衛生條件比較差一點 這個衛福部的副部長還在那邊開記者會 隔天確診 所有記者都封了 因為 可能記者都被傳染了 另外包含什麼 義大利 義大利 這一次也是對台灣 禁運的 他說 台灣跟大陸一中原則 所以把台灣禁運的 其實伊朗也是 還有什麼菲利賓也是 結果這三個對台灣禁運的兩個中獎 伊朗 跟意大利都中獎了 那意大利一中獎三天而已 馬上封城 11個城市封城 你看多嚴重的一個情形 確診的非常嚴重 已經230例了 你看這多嚴重 包含美國也是一樣 美國 現在是57例 但是他們舊金山 怎麼樣 已經封城了 不是封城 提升到戰備的層級 因為舊金山很多華人的地區 華人城都在那裡 這個華人街都在那裡 那美國的 這個疾病管制局 所謂的 疾病管制說什麼 我們大家來看 這是舊金山 進入緊急狀態 很嚴重 那這疾病管制給叫 美國的叫做CDC 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 CDC 他說什麼 新冠狀病毒 未來在美國境內 不可避免 沒辦法避免了 會出現擴散或是社區感染 不可避免的會出現擴散或是社區感染 問題不是在於是否會發生 而是在何時發生 一定會發生 只是 明天後天下個月而已 以及怎麼樣 可能會多少人被感染而已 它是不可能避免發生的 所謂的社區感染 這是美國的疾病管制局講的 這非常嚴重的情形 所以 美國的川普總統 馬上跟國會申請 撥一筆25億美金的錢下來 做什麼 買 抗煞的東西 買衣服 買隔離衣 買這些口罩 等等 美國是全世界撥款最多 應付這個疾病的人 雖然他們確診人數只有十幾個 那我們看目前的情形 全球六大洲全部淪陷 不是武漢而已 也不是 亞洲而已 全球六大洲 歐洲 亞洲 非洲 澳洲 全部淪陷就對了 是 中國領導人習近平他說 武漢委員是建政 以來 1949年建政以來 最大的公衛危機 他用三個罪 傳播速度最快 感染發育最廣 防疫難度最困難 中國領導人對這個病毒的定義是這樣 建政以來最嚴重的公衛危機 三個罪 傳播速度最快 感染發育最大 防控最難 那你想想看這個有多 多那個 他把它形容得太太了不起了 這個病毒 沒有他是真實來形容而已 所以如果你小看這個病毒那你就錯了 你以為習近平會隨便來講這些話嗎 不可能啊 對不對 那我們台灣到底能不能 防止這個病毒造成社區感染 大家最擔心的 那一旦社區感染發生後會怎麼樣 囤積物資 人員管制 封城 所以我們看到大陸 韓國都這樣搞 沒錯 萬一台灣社區感染 也是要這樣弄 大家去搶食物啊 為什麼 可能不能出來啊 盡量避免出去啊 甚至政府會啊管理管控在社區裡面都有可能 那這時候怎麼樣 大家想想看有沒有可能 那我們就想目前台灣 跟哪些 我們這邊周邊鄰居的國家 感染最嚴重的國家包含大陸 包含日本包含韓國 那請問有沒有在通航 有沒有飛機在通 有耶 還在造飛 現在跟大陸四個城市五個機場造飛 哪些 來我們看 成都機場 廈門機場 北京機場跟上海的兩個機場 洪橋跟 這個 浦東 這五個機場依然正常在飛 韓國 日本一樣在飛 問題他們都是啊 重度染病的國家 那你想想看會不會影響到台灣 一個防疫稍微不小心就社區感染 這是誰講的 這不是我講的 好 來我們看一下 目前台灣的社區感染這個 一個 六個人一個案子而已 六個人被感染 不是社區沒關係我們就 暫時因為政府說好像還不大事嘛 不完全成立 那我們就先不要看好了 六個囉 我們看這是 前局管局局長蘇一仁 三月底失守 他講的 三月底會是社區感染 三月底會失守 這是蘇一仁講的 不是我講的喔 電視有爆出來 這是 前衛生署署長 楊智良講的 說我們完全不破功 可能性不大 講社區感染 可能性不大 一定會破功 懂意思嗎 這是 社區感染難避免 這是楊智良講的 好不好 這是 江守山醫師講的 這個泌尿科 腎臟科的醫師他說 社區感染一定會到來 這不是張宇明講的 我又不是衛生專家 這是衛生署 署長 這個醫生 這個 組織醫師 博士講的 不是我講的 社區感染一定會到來 再看一遍 誰講 楊智良 江守山 誰 前金管理局長 蘇一仁 在這邊喔 我沒有為人聳聽 這是他們講的 又不是我講的 但是你發現 所有人解凡沒有在講這些 那這些會不會影響到股市 你覺得會不會 如果你這個都不會影響股市 那你就買啊 你不怕你就買啊 台股都很健康都不會任何影響 就算台北封城也沒有那麼關係 跟和平院封院一樣 都不會有任何影響 社區感 大家都不會恐慌 那就買啊 不怕就買 不就這樣啊 張宇明你怕不怕 我怕 我現在如果社區感會死很多人 我們不願意見到這種情形發生 可是好像又難以避免 為什麼 日本韓國中國 對不對 這麼多重度感染力 我們都跟他還在飛來飛去 那你會說不會啊 回來都有 都有那個什麼 都有那個啊 居家隔離 你相信居家隔離嗎 我不相信 為什麼 這又不是我講的 電視報的 居家隔離 很多根本就不隔離 到處趴趴走 你看有沒有這個就是啊 這不是我講的 新聞報出來的 到處趴趴走 所以你看 萬一這個人又是一個病毒 會感染病的傳播員 超級傳染者 一下就掛了 一下就全部啊 我們現在隔離病床快用完了 1100多個已經剩下大概300個了 一個社區感染就用完了就沒有了 那沒有之後下一個要進去就沒有了 沒有病床沒有隔離病床 沒有負壓隔離病床會造成恐慌 這很恐怖的事情 那我們說這個外勞 最後這一例32例以後當然還會有 你看這幾天的行程 他是一個非法外勞 就是這一例 這一例 這個 外面這一例 看護 27例家裡的看護 那我們這個外勞 你看一下 16號在這邊 在 大平林啊 台北捷運啊 17號 27號到這個什麼三重啊 萬華啦龍山市啦有沒有 18號 樹林對不對 板橋 19號 三重 台北車站 中和 對不對 到處趴趴趴 所以你看這邊還有 搭高鐵到高雄 返回高雄有沒有 你看 所以你看行程多豐富 萬一再傳染別人不得了 當然這些人又 可能又面臨潛伏期 不是馬上顯現出來 或許14天後才知道 這種情形說真的 我很憂心啊 我個人憂心 那歷史上曾經有一個超級感染者 叫桑涵馬力 看這個人 桑涵馬力 他是一個說真的看起來是蠻不錯的一個人 桑涵馬力 19世紀初一個桑涵馬力 他總共 他是一個幫庸 他總共感染多少僱主 56個 一個人傳播56個 你看多可能這叫桑涵馬力 最後他被 放到小島去隔離26年 那他這個桑涵馬力 他沒有犯案 他也沒有做任何犯罪行為 他也沒有殺人 他只是一個代言者 他本身沒問題 很健康 他會代言 他會把這個病毒傳給別人 他本身都沒問題 叫桑涵馬力 一下子帶給56個雇主 中獎 最後他因為這個案子 被隔離 被一個 放逐在一個小島裡面 自己孤孤單單過了26年 他也沒有殺人也沒有犯罪 對不起他傳染了56個人 叫桑涵馬力 他很健康 幫庸都沒問題 他被傳染 最後他被孤島放逐了26年 那我們說這個情形 衛生局長說 可能會有 21人感染 因為這個病毒 最成功的病毒 為什麼 又會傳染 又看不到 潛伏期那麼長 對不對 還沒有感染確診 還沒有這個 有表徵發作 潛伏期他就會傳染了 治好了還會再發作 太恐怖了這個病毒 一感染上呼吸到都 都讓你不知道 你完全沒有症狀 一症狀 對不起已經到肺部了 所以這個病毒太可惡 太恐怖了 所以楊志良說 這樣的 研判可能會有21人 20億 這邊要寫 可能20億人受感染 所以你說台灣 很難得 非常非常了不起 韓國人中獎 日本人中獎 大陸這樣 我們要一直跟他 飛機通來通去 結果我們還沒事 這個到底什麼情形 我也看不懂 會不會有事 你自己想 會不會都很 安全沒問題 他們不管怎麼樣 都不會有問題 然後人這樣來來往往這樣 居家隔離也不隔離 到處跑 會不會有事 還是完全都沒事 不管什麼都不會沒事 那你自己想 反正我該講一講 我就覺得很憂心 所以我們說 台灣能不能守住 會不會社區感染 台灣負壓邊緩撐多少 現在電商說剩300多床 你想會不會社區感染 你自己想 能不能鎖得住 剛剛三個 衛生相關的大官都說 遲早的問題 不是能不能鎖是遲早的問題 這不是我講 我剛剛看過了 疫情很嚴重 餐廳內大概估掉700多億 現在很多餐廳都沒人 觀光業可能損失超過1000億 請問這個叫什麼 這叫基本面 有聽過嗎 那我們說這個由中國所引起的病毒 風暴 它可能會變成金融風暴 為什麼 各行各業互相連帶影響 懂意思嗎 觀光不好 餐飲不好 飯店不好 那就有人倒閉 會牽扯到很多行業 觀光不好遊覽車怎麼會好 那你帶了款 最後不是遊覽車被拍賣 對不對 跟營養借錢還不出來 所以我們這疫情損失可能上看33兆 這是報紙燈 五萬肺炎會終結 全球的緊急復甦 這個股神巴威特說 疫情干擾全球的經濟 所以這都是 有名的人講的話 這不是我講的 那我們說 股價總會反映基本面 這是很喜歡講基本面的老師 最喜歡講的 但是現在完全都不說了 沒有人在講這個東西 股價不會影響基本面 基本面不會影響股價 現在都沒有人在講了 都沒有影響 這些疫情發生都沒有任何影響 台股照長自己的 就像這樣涉及看都沒有問題 你相信嗎 現在誰在講 沒有人在講 為什麼 你會說張老師為什麼 股票都套牢怎麼講 手中股票還手多單 都沒解套你怎麼講 怎麼講不好 不好你手中幹嘛包那麼多多單 那不是被罵死嗎 所以現在只能昧著良心 明明知道的人說不知道 明明看到當中沒看到 欺騙觀眾 欺騙自己的客戶 欺騙自己的良心 那沒辦法 誰叫他自己做錯了 做錯不一定認錯 那就只能這樣 繼續欺騙 這是金管會對 這一次年報 2019年報的一個措施 說因為大陸疫情還沒有 沒有處理好 所以 如果無法付大陸審計 准許用 視訊查核案件 視訊查核案件 懂意思嗎 那什麼叫視訊查核案件 頭這邊你懂意思嗎 就是拿個 像你現在看的這是一個鏡頭 好 那我們這公司 我們現在營收 8億 對不對 營養存款20億 這個視訊查核 那台灣怎麼做 今天 金管會或是工會到我們公司來查 請問你這個存款有多少 我們華泰營養存款有2800萬 插回去2835.1 請你公司蓋一個存款印章 華泰營養存款印章 回去之後 會計師行穩到華泰營養 付我們這個章 表示這是我們公司的提款章 會計師要跟你 查核銀行 大宇到底現金剩多少 是這樣查 不是你這樣 我們剩下 這個營收8億 這個訂單8億 不是這樣的啦 視訊不是這樣嗎 不然咧 實際作業可能這樣嗎 那請問這個視訊最後影響什麼 會不會有真實 會不會有偽造 你自己想 你自己想 我是覺得這個 可能後續也沒辦法啦 那這是很扯啦 我覺得很扯的事啦 反正唬爛你也搞不清楚啦 對不對 所以我們說這到底能不能擋得住 你自己評估啦 我沒有特別答案 我想我剛剛話也都講清楚了 我不需要再說 那這些話也不是我講的 都是我們國內的衛生專家講的 不是我講 我講就有事喔 張愛明你胡亂研判 那我做好去關了 這不是我講的 我都是引用 專家講的話 電視畫面 好不好 好 所以先想看這情形 那我們回到台股 目的在這裡 這裡代表什麼 4個半月前 4個月有10天前 在這裡 今天在這裡 除了這一根嘛 對不對 其他全部都套牢 所以先想看這4個月你去買多單的人 這是一個很大的頭型 下面這個皇帝的帽子 是不是全部都套住了 這4個月有10天是不是全部都套住了 很嚴重啊 好不好 那我們把這個線形 切換一下 本來這個線形嘛 為什麼很多人看不懂 漲漲疊疊啊 你就看不懂 那我們把它切換成下面這個圖 有沒有看懂了 你看到是這個K線 那如果我們要切換一下 這清晰多了嘛 原來這段叫多頭 只是有點賣壓 這裡開始轉空了 那從新春開盤到現在 都是空頭格局啊 那如果你看到這個都是綠棒你會不會做錯 做錯機會應該就變很小了 我講了對不對 那我們再把它切換一下 再把它切換到股層系統的三線 這是股層系統最上面的條線 好 我們把它切換一下 那這樣有沒有看得很清楚 這一張圖 跟這一張是一樣的 這等於是第一個K線嘛 就這一張 下面再配合三線 就這樣啊就空頭格局啊 這樣你就不會做錯了嘛 那你看到這既然是空頭格局 5G題材 你還相信5G題材嗎 農曆年前不是每個都講5G嗎 那現在呢這5G股票呢 你還相信嗎 不全部都套了嗎 套了亂七八糟了嗎 你還相信這些5G題材嗎 給我們看一下泰塑好了 我們看電腦 你還相信這5G嗎 來 你還相信這5G嗎 來 你告訴我 你要相信嗎 這什麼格局 走空很久啦 投資朋友 那如果你要相信這些 那勢必會傷得很重喔 對不對 好 什麼叫順勢操作 空頭市場不做多 叫做順勢操作 空頭市場做多叫逆勢操作 那我請問你投資朋友 你是順勢操作還是逆勢操作 順勢操作有錢賺 逆勢操作錢被人家賺 做錯別人了嗎 答案是一定很清楚的 好不好 電子股 一樣差不多嘛 電子股今天在這裡 493.36 那你一樣拉過來 這4個月又10天 除了這天嘛 新春開盤第3天之外 你可能買在這裡還有一點賺頭 那你想想看 你所有這4個多月買進全部都套好了 對吧 你新春開盤 再跑都來不及 這天一下就在這裡 反正在追對不起 打回原點 甚至搞不好跌更深 比新春開盤這天跌更深 所以你去買都是不對啊 過年前就要把多單賣掉了 看看是不是 過年前在這裡 如果你把多單賣掉 哇他幾乎賣到最高點 不是嗎 過年前如果你把多單賣掉 那是賣到最高點 我們看電腦 這張就是過年前嗎 1月20號嘛 為什麼張史張愛銘跟你講 我不報多單 我把所有多單都出清 反手不滿的空單 你去看我1月20號節目是不是這樣講 張愛銘你為什麼這樣做 電腦這裡就有答案了 為什麼 他這行情就是要結束了 第一線在零走 第二線跌破 第三線在零走 你怎麼做多單 力氣用盡了嘛 過年第一線開始就K下去了 現在呢現在在這裡 看到嗎 所以如果你過年前把多單賣掉 這是多完美 多完美的一個操作 是不是這樣 是不是很簡單 對不對 好 再看 大盤你可以把它當作一檔股票 電子股 電子類股 你也可以把它當作一檔股票 同意是嗎 看它的架構 什麼是架構 多空強或支撐壓力 敵人多朋友多 這六項就是架構 來我們回到電腦 這過年前喔 1月20號 你告訴我 這強不強 這行情就是要結束了 這這麼弱 這那奧牆 第二線都已經跌破了 第三線在零走 這個怎麼做多啊 你告訴我 你不是應該從這邊做多上來到這裡 然後把多單賣掉嗎 過年後就掉下來了嘛 就K下去了嘛 到今天 投資朋友 來你告訴我 空投格局有改變嗎 沒有改變 沒有改變你怎麼可以做多呢 不是這樣嗎 所以很多股票怎麼做就看這個啊 多空 多還是空 搶還是弱 支撐在哪裡 壓力在哪裡 敵人多還是朋友多 當你看懂這些東西 你就知道怎麼做了嘛 搞得很清楚了 多頭利息要用盡了嘛 當然不能做多啊 懂意思嗎 好不好很簡單 好那我們看這個報紙 這是168週報 新村 過年前農曆年前 封關的 一個啊 這個報紙 那你看 上面紅色就是做多的 綠色就做空了 只有兩個嘛 一個已經做很久很久了 這我們不講 一個是張宜民 有沒有 所有都是做空的股票 有沒有跟你講轉空了 包含電視節目 我也是這樣跟你講啊 你去看1月2日 張宜民的 這個啊 節目的錄影 你看我跟你講都還講空 反正YouTube當然也都跑不掉 除了你故意把它刪掉 來 張宜民從來不刪YouTube的節目了 1月20號一定有 封關那天我跟你講什麼你想一下 這是封關的報紙 沒錯嘛 老師還有兩個做空的 空很久了 這個亂空空很久了 股市裡面的人越不懂得越多 股市錢就越好賺 我講的對不對 不會做人越多就會要賺 大家都外行的根本亂做一通 老師也一樣亂做一通 賠了一屁股 一個真實而感人的故事 這是發生在我的客戶裡面 一個退伍的軍官 他歷經了一個空軍 他歷經很多人生的波折 到股市裡面也一樣也賠了一屁股 最後怎麼樣 投資朋友最後呢 他因為一年機會 接觸我的書 跟我的股神系統 他就做一檔聯發科 在股市裡面賺到了5000萬 並且取到了一個美嬌娘 這我也講過了 他做什麼做聯發科 他很喜歡做聯發科 非常了不起的故事 有一次演講他在會場現場 這是他昨天寫給我的訊息 好不好我們看一下內容 他說 感謝張老師我回台因為他 在外國工作 在越南工作 發問 第一個問題 是 2454就是聯發科 可不可以空 當時回答 不可以我跟他說還不能空 還好 當時聽話沒有空 沒有衝進去空 因為當時還沒到空點 一直等到12月 20號888出現 負證證 開始準備至今 有第一條線轉空 他開始準備至今 慢慢的 因為老師 承說 一個好的獵人要懂得安靜的等待 一直等到 109年1月2號 888就是日線 出現 負證 全身都 躲起來了 準備要空了 三條線破兩條 一日 1月3號 109年1月3號 出現了三線走空 444.5 賣出訊號出現了 動手了 空到現在 442.5 從當日 就沒有管他了 到現在 昨天 今天回補了 376 他空 445 442左右 到376回補了 他講聯發科 他已經用軟體 股神系統 5年了 非常了不起 你看 就這樣 漂不漂亮 你告訴我 空聯發科 當然對呀 為什麼 張愛銘為什麼這樣 你看這K線看不出來 看不出來對不對 多空看不清楚 這樣漲漲疊疊 有沒有很清楚 沒有空到最高點 但是也差不多了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 大概講這裡 45 對不對 所以從這裡開始轉空 空下去 空這一段 看到嗎 這一段 看到嗎 就這一段 什麼格局 空頭格局 他光這樣 不得了 他光一檔聯發科到現在賺5千萬 一檔而已 其他都不算 真實的故事 真人真事 這不是吹牛 你昨天沒有來找我 今天也沒有來找我 你明天還是要來找我 你上個月沒有來找我 你下個月還是要來找我 為什麼 看這一波就好了 全市場只有一個人做對 公開的嘛 那個人就是我 我沒什麼了不起 有人說 張愛銘你好了不起 其實我沒什麼了不起 我就相信股神系統 因為股神系統是我兒子 是我設計的 他每次都給我正確資訊 所以我就跟著他做 我跟著他講 他給我什麼訊號 我就跟你說什麼 就這樣而已 有些事情早做早好 新的一年 很多事情剛開始 2020年 換個角度 能賺錢的時間 也會隨著時間 一天一天減少 所以你要早做 早好 好不好 有些事越早做也好 插頭箱 像廟門開了 趕快插頭箱 對不對 變有錢 當然越早變有錢越好 買標股 頭這邊 沒有 張老師 這個行情往下 往上是標股 往下也是標股 聯發科 KAN下來不是標股嗎 往下的標股 懂意思嗎 標股不是有一種 往上是標股 往下也是標股 不要忘記 好不好 空頭市場 如果還聽有人說 買哪一家股票比較穩 那這個人就是不懂股票 完全鬼扯 懂意思嗎 股市輸價特性在空頭拼命找多頭股票 大凡轉空你今天做多你也是不安心的 抱得心情膽跳 做股票很輕鬆才對呀 每天喝茶聊天 小方呢 今天跟我去買 買泡妹的時候 老師你怎麼那麼厲害 看你每天你根本就不像夫妻 是每天都在喝茶聊天看報紙 怎麼會贏那麼多 他很納悶啊 他想要跟我學做股票 為什麼 為什麼 很簡單 為什麼 空頭我就做空啊 你有看我在跟你講什麼多頭股票嗎 沒有啊 為什麼 這書是我寫的嘛 書也是這樣寫嘛 懂意思嗎 空頭市場 不管躲到哪裡最後還是賠 你不要以為什麼安全的股票 空頭股票要嘛賣掉空手要嘛就做空 不是買什麼股票比較安全 那個是鬼扯的 好不好 詹愛明書都跟你講很清楚 空頭行情最佳負身符 兩個字 放空 懂意思嗎 放空的意義 我想這昨天也講 你再去看一次 這五點都非常非常重要 這五點每一點都很重要 你要去看我的書 看我的語錄 看我的戰錄 看我實戰心法 這些東西你把它看起來背起來 對你這樣一定有很大的操作的幫助 你這些不懂你這樣勢必要繳更多的學費 對 懂意思嗎這很重要 你要把它記起來 好跟股神系統同行 富力共贏 你可以參加股神系統 輕鬆擁有專案 可以擁有軟體 也可以跟著我們 參加會員來做操作 好不好 股票會多空循環 不要忘記 每一次多空循環都是一次財富重分配 像我們剛剛講那個 空軍的 退伍的 你看 一檔聯發科他要賺的消息息 他把 很多人一整年的薪水都好幾十倍都賺回來了 光一檔聯發科他做五年他跟我做完做五年 他已經賺超過五千萬 為什麼 多也是行情空也是行情 往上是標股往下也是標股 看得懂就有標股好不好 所以我們說每一次財富循環 就是財富重分配 多空循環的時候你做對方向 你分配別人財富 做錯方向你的財富就被別人分配 操作股票要買得安心 抱得放心賣得開心 這也不是嘴巴講 張愛銘也持續做到 張愛銘你每天在幹嘛 泡茶泡茶泡茶 張愛銘你每天在幹嘛 看報紙看報紙看報紙 張愛銘新出看不到現在幹嘛 泡茶看報紙累了就睡覺 不然呢 股票一直賺錢要不然你要幹嘛 不是很輕鬆嗎 不是買得安心抱得放心賣得開心嗎 沒錯嘛對不對 每個人都渴望賺錢 但是你又捨不得付出一點點代價 那最後結果就是付出了更大代價 你看我今天講的對不對 完全命中 行情不好 剪輯不好 錢要省 不該花錢一毛都不花 錢要花在刀口上 該花錢你又省不掉 懂嗎 投資在對你有幫助的東西 這絕對是對 因為你每天股票上那麼多錢在玩 怎麼說每個人捨不得 付出一點點代價 可是你渴望賺錢同時又不應付代價 最後是付出更大的代價 沒錯嘛 這張圖卡也很重要 早醒早好 下跌到現在1000點了 如果他很多指標沒有翻空 趕快把它丟吧 1000點還沒翻空 開玩笑 把它丟了那個不能用 第二個 下跌1000點還在拼命喊多 趕快把它訊息丟了 不然會把人害死 抱一個手榴彈你知道嗎 跌1000點還在喊多 腦袋short 做錯永遠給你看 最好的一面 投資朋友 你看我今天跟你解盤講 最近跟你解盤這麼多資料 哪一點是在你亂講 那為什麼都不告訴你 因為他手上都多單 他怎麼跟你講這些 你被蒙蔽了 懂嗎 所以你說這些東西 不要再看了 趕快把它拋棄好不好 這4個月 業績是負的 夠了啦 4個月看一個老師夠了 如果這4個月到現在業績是負的 你趕快拋棄它 不然你會賠得更慘 懂意思嗎 我跟你講很真誠的話 好不好 什麼最貴 不准的最貴 張宇你的軟體比別人貴一點點 一點點重要嗎 你是要買準的還是要買便宜的 你告訴我 你買不准的不加好幾倍賠回去嗎 值得嗎 沒必要 准的都很便宜啦 好不好 獲利永遠是檢驗投資的唯一標準 有沒有道理 這是不會編的 沒有獲利就什麼都不用談 談再多理論都沒有用 果成系統 輕鬆擁有專案 你可以打電話跟福利你詢問他可以做完整的說明 我們今天節目先進行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本公司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各別有家證券 無不當真財物利關係 本節目資料緊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省慎評估並自付投資風險 大宇國際投庫 以服務為本 績效為根 專業是我們的責任 誠信是我們的理念 避開投資限級 多空雙向操作 創造最大利潤 為您打造夢想的財富 0225006999 0225006999